咱们坐着 好 我再跟侦探汇报一下 我那个匿名信 到底是什么时候收到的 侦5点50不是受伤了吗 然后他就到这个汤椅上 他自个儿给自个儿包扎 完了之后 他让我们先回去 然后等18点20的时候 再去找假开会 所以那时候我就回我屋了 我刚回去6点多一点 然后我门缝就塞进来 一个匿名信 就是这个内容 然后20的时候我就如约去了 开到25的时候 我找借口说 我得回去过我们家手中头了 我回去之后 就把那扎给拉了 5分钟之后拉了那扎 然后再过5分钟就给开开了 我的过程是这样的 首先是这样的 这个屋里边 它有一个用电的检测 对 而且它两种方式都会留下记录 你这边推闸 它也会停 那边真的去拔那个线 也会去停 拔插头 对 所以现在当用电记录 只有30到35的时候 两种可能 拔线的同时 又刚好又拉了电闸 或者是拉了电闸 没有拔线 但是这个时候出现一个问题 现在我们注意到那个线 是在地毯上面的 对吗 而它原本是在下面 原本就这根线 它应该是这样 可是它现在变成了这样 怎么做到呢 一定是拔线 30的时候 我跟大煤留下来打扫卫生 我回去之后 就把这扎给拉了 他有一个办法 把地毯割开 这样翻一下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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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拧吧这样 对 还说没这么复杂 而且就是说咱们这样卷的话 其实对于凶手来说没有必要 对不对 他确实需要补这两刀 为什么呢 他不补这两刀 他就必须得爬线 对吧 对 当他补完这两刀之后 就把这个盖子拿起来 他这个线不就自由了吗 对对对 勒死 然后再把这个盖子挂回去 这不也还原了吗 对对对 但是现在是现场的线在上面 直 对 这怎么是圆 这是那圆 这样 这个很难再给弄回来 可以啊 可以啊 我好 你 我好 我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诡计就在于那个插头 对 这个的设置的原因 就一个是时间点 还有一个是告诉你说 这个线没有被拔过 只能是在30到35之间的人干的 对 所以其实就把 就指向了你们当时 30到35在一起的三个人 所以我现在就想听一听 你们三个 戎原本是有一个捅刀计划 对 他原来是有一个自然粉计划 甲原来有什么计划 木偶计划 电话砸他 然后捅死他把他吊起来 乌晕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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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觉得这个计划的制定 主要满足一个 就是他对那个电线的了解 一定是非常了解 就是他看到了那个地盘上有一道口子 走一道按线这个事 他才能设计出这个方案 包括这个人肯定知道 他吃了止血药之后有问题 就变成带载羔羊了吗 因为他计划了一个黑灯的时间 但是他黑灯那个时间不准备去 对他要进去在有灯的情况下 光明称大地做那么大一动作 那死者当时必然是睡着的 对 所以这个人肯定知道那个止血药 还有一个是他有原本的计划 但他原本的计划受挫了 就是要么是已经执行了 或者达不到自己预想中的完美效果 所以临时改了一个计划 而且这个舞蹈计划其实是对你们三个 在黑暗中干了点什么 有所知最起码对于大肯定参与的就知道 所以其实我想从你们仨的 那个原本的计划的角度上去排一下 目前来说我觉得荣和刘是比较迫切的 而假来说的话 他今天这一刀看不出来 对他那个计划有什么影响 就是我们现在发生的一切的乱局 不影响他 大半夜再去捂人去 荣比较符合是说 我有一个计划 但执行不顺畅 我捅他一刀居然没死 那他才是那个最着急要去捕刀的人 我觉得不太是荣 因为我觉得荣之前那个计划 说实话已经很难了 我觉得应该是一个想了很久的 一个很完整的一个 那请问如果不是荣的话 那你跟刘 谁有可能知道我们三个 第一轮动手这件事呢 我觉得相对来说 刘的可能性会大一点 因为你听不到那个声音 所以你只能感觉到松手 你就会觉得有人要动手 你听不见你想不过 两边都松手了 而且你们要不要考虑一件事情 就是我觉得 实际这个计划的人 他起码得保证就是 大一定得是那个人 我 他是不是知道 我离那个电闸近呢 所以你只能找我 找他不就远了一点 谁会想到 用大来做这件事情 因为从这里走到大的 那个位置要五分钟 也就是说他要选择大的话 还是因为大的 家离这个电箱比较近 对对对 是的 什么就是他提前知道 你跟他有的过冲突 你知道你想杀他 反正他知道事太多了 他要知道地毯也要隔 对 他知道我得 离我离电闸近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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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